我一直努力戰勝股市 無論是作為一個法輪機構操盤手或是分析師 我相信只要有信念就可以實現 2020年極具意義 3月領先預告道雄指數有下跌5000疊的工錢 道雄指數直接跌破了2萬疊的整數關卡 成功保護了邏輯國藝教室的粉絲們 避開了道雄指數10天內四次熔鑽結停的風險 並且提前預告3月18日小道雄三屋日的超低轉折 2020年3月19日加權指數出現8523低點 RSI創下歷史性低時公開呼籲是時候進場了 3月20日抓住聯發科301元的超低轉折 再度大聲疾呼此時不進場更待何時 3月25日聯發科三天大漲52元 完美超低成功 大家都在場有目共睹 邏輯國藝教室的粉絲們也在場 對我的支持與鼓勵不與倫比的重要 激勵我繼續往前走的動力 這感覺非常美好 如今我肩上的責任更重了 抓趨勢 贏在拐點 抓趨勢 贏在拐點 歡迎收看如吉博弈 我是理財周刊的副總主題林希峰 那麼我們先來看這個指數的一個部分 因為感覺上面今天的一個盤就比較亂一點 你現在看到這個是 這個位置今天BUB放量 那麼外資是連續的一個買超 這23個交易日裡面只有三天是賣超的 那這三個交易日呢 總共累積了2500億 2500億左右的一個買盤 然後他的這個全年呢 是買了4300左右 所以他佔了六成 那這六成的這個過程裡面呢 到這個地方 他主要就是為了要做棋子的一個拉高 那你看到他的棋子的部分 他是還有15000口 這15000口等於是說什麼呢 是說這個下個禮拜還是有拉高 或者是維持在高點的一個機會 那在成分股的一個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這個投信 他有在做一些換股的一個動作 我們看到的是這個偽創 這個是00878的股票 然後昨天股東會嘛 那今天有一點點呢 這個賣出 拉上去之後的一個下來 我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那個憲徵 憲徵案的一個情況 那當然他量的還算好 所以放量的部分不是在他 但是有當衝啦 或者是說投信的一個賣超的部分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是音業達 這兩支電腦股的部分 是目前盤面上的一個熱門股 曾經讓很多都集中在這邊 那也是一樣 拉上去之後 也是掉下來 雖然也沒有放大量 但是這個位置就符合我們 前兩天講的嘛 掌三不進嘛 對不對 掌三不進 那整理呢 基本上算是合理的 所以放量都不是在這兩支股票 我說我的意思是說 今天盤面上面 大盤呢是一個放量 所以我們要去把這個問題給抓出來 到底呢是在外資買超的情況之下 什麼股票居然會放量 然後讓指數做一個下跌 這個下跌雖然沒有很多 但是我們跟大家提過 因為二向線的支撐壓力幹事角 它很容易 就是出現到來回的震盪 昨天的收盤在17340附近 那麼17340到這個 二向線的支撐壓力幹事角 這個震盪的部分 還可以接受 甚至你稍微再低一點都沒有關係 可是這個震盪是在告訴你說 將來要有一個拉伸 那從這樣的一個走勢來看的話 下禮拜三之前 大概就是在這個 12點鐘的這個17440附近 這邊大概是做結算 所以大概是17440到這個17230之間 選一個位置來做這個結算 大概是這樣子 但是關鍵是什麼股票 今天到底就是放量下跌的部分 然後就去看了 航空的部分也不是 航空也不是它 然後光寶 光寶就一個了 光寶部分放量 這個地方 這個是 ETF的一個成分股 然後它居然是放量的一個下跌 再加上這個偽創 今天頭信有賣 所以感覺上面就是 頭信在換股 在換股做一個操作 那今天另外一個重點是在這個大同 大同的量就很大 好在它沒有做翻黑 可是它的這個開高走低 有影響到這個電力股 電力股的部分呢 就好幾支股票 這個有受到這個拖累的部分 好所以 這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這個盤面的重點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合作 合作的部分 和能保 合作的部分今天量就放了很大 好那它剛被納入到這個成分股 走上來然後放量 所以這裡有一個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在這個PC的裡面 就是音樂達偉創 廣達這幾個 他們是有做AI 然後技嘉是這一次的這個電腦展裡面 唯一一個推出了揮達的這個 這個資源揮達的這個AI的一個伺服器 所以它的漲幅就明顯 那其他的呢就跟進 就是音樂達偉創啊這個廣達 那能保呢 股東會上面講的嘛 就是AI的產品呢會在未來的時候也會有 那等於是說現在沒有嘛 所以你看到它的股價就比較落後一點 比較落後一點 然後今天呢 因為太多股票電腦股漲喔 所以它也跟著漲 但是因為還沒有真的嘛 還沒有這個AI的這個產品 所以它留上影線 不像之前的這個偽創他們喔 都是收在相對的高 這是差別啦 然後再來就是合作 合作的部分也是喔 就跟著上去然後也掉下來 所以今天盤面有很多都是衝高 然後做拉回 那這是一個喔 那這個電力股的部分 我們昨天跟大家講喔 就線型的一個角度來看喔 我覺得中心電喔 就會比較 比較漂亮一點啦 我覺得它比較有那個空間啦 是這樣喔 那今天的這個紅線 拉出來喔 等於是在彌補先前的 四電啊 華城啊 他們在這一段上漲的過程裡面呢 在做這個補漲喔 那從這個量價指標這樣來看的話 它應該還有機會啦 所以今天的這個電力股的 他們的拉回喔 就沒有很沒有沒有很大 就是有一些當衝 這個回來 然後但是還是可以啦 就是等一下個禮拜呢 還是有機會喔 就繼續做往上走 是這樣子 大家特別提醒的喔 這個山陽的部分喔 山陽部分 它的這個走勢 這樣子看喔 覺得還好 對不對 可是它那個993喔 那993是我們的這個幹事角喔 二向線喔 993剛好是二向線的這個 支撐壓力幹事角 所以我 比較 因為今天在上漲過程裡面 它都沒有份喔 當然也受到這個指標在修正啦 所以我覺得它可能還要再多等一等 多等一等 等一等時間喔 來看它的這個 二向線的一個震盪喔 到底是有多麼的這個 就看它的一個幅度啦 是這樣子喔 所以這個是 要提醒的 電力股的一個部分喔 然後我們看那個 今天弱勢股的部分喔 今天弱勢股的部分 我們看幾個股票喔 一個是 剛才看的這個 光寶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看這個 泛德永業 泛德永業的部分 你看這個拉上去之後掉下來 有量喔 這算有量喔 然後 華言的部分 這兩天 這個拉回 喔 那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像 技嘉他們喔 你看技嘉的這個走勢喔 像技嘉的走勢 他就 因為他有這個產品吧 有輝達的那個伺服器的那個那個產品 也是第一個出來吧 所以你看到他這個就 怎麼講 有上影線 可是他政府也不會很大 然後就算有賣壓 也還是沿著這個 軍線往上走 就是說 嗯 你拿不住了 你漲漲漲漲 拿不住了那你賣 那我們可以理解 然後你像這種股票 他的這個就 因為現在很多藝人都開演唱會嘛 像最近張學友啊 在這個 香港啊 澳門 在澳門開演唱會的一個 的情況 所以很多的這個藝人喔 出來 都就這些活動喔 然後這些的這個 嗯 娛樂股喔 他們就 欸 拉上去 可是其實獲利都不會很好 所以他等於是草體財 所以這個草體財的過程裡面喔 有很多股票喔 好像 趁著現在喔 因為接近月底喔 再做一個結帳 或者是說 就先跑了 趁指數在高位的部分 因為這種走法 就不計價喔 不計價的這種這種拉回 像先前我們跟大家講的那個 壁印喔 有沒有 他這個也是開始呢 出現到這個拉回 現在幅度還沒有很大 可是 都有那種感覺就是 拉一波上來 現在開始怎麼樣 呃 就 整理了喔 喔 是這樣子 那還有像什麼呢 像這個漢堂 喔 漢堂今天的這個量也很大 喔 那不太清楚 他是什麼樣的一個賣出 雖然這一次的這個 配息率喔 沒有很高 喔 配息率沒有很高 那先前就已經反應了 然後這一次的這個 呃 5奈米啊 7奈米啊 這些的這個架工率喔 變高的情況之下 然後他手上有600億的這個 這個 在手訂單 可是拉不上去 喔 所以這兩次都出現到 拉回 所以就感覺有點 怪怪的 喔 怪怪的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從 這麼多的股票 裡面喔 可以感覺到 就是 指數雖然在上漲 但是 同一個時間 喔 也有股票 正在被 調節 不管是來自於主力的 也好 或者是這個 投信 正在做一個換股 喔 從他的這個持股裡面 像偽創啊 然後 齊鴻 有沒有 然後音樂打 喔 然後這個 同心電 喔 瑞玉 聯電 聯勇 聯勇賣好幾天喔 然後 智邦 智邦的經驗走勢也是喔 就 就 就是覺得 欸怎麼 一創新高就拉回 喔 那種感覺這樣子 所以這個 做仗喔 欸不是 應該說 拉高結算 怪之拉高結算的動作 還在持續 喔 他 期限貨這邊都還是多 喔 喔 那 全支股的部分 看起來也都還好 可是 就 感覺上面 有 另外一股的一個力量 正在做一個 逢高調節 喔 那這個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他後面的一個變化 喔 這個是要提醒大家的一個部分 喔 那麼 投信的部分 這邊的一個買 他加了一些的這個 呃 穿餐股 喔 你看這個是 巨洋 喔 統一 喔 然後 金融就那個 永豐渝 喔 然後 萬海 陽明 喔 長榮行 對 對 附身應用 精華 然後 這個 遠傳 等於是他 在今天的這個過程裡面 因為週末嘛 喔 然後下禮拜要結算 再來就是這個 端午節嘛 等於是整個六月份呢 要開始喔 這個做一下這個整理了 那他加了好多的這個傳商股 喔 所以這個是 很值得去追蹤的一件事情喔 他是在做防禦型的一個動作嗎 喔 就是說指數漲漲漲漲漲一波嘛 對不對 漲一波之後呢 那他是不是在這個地方呢 想說這遲早都要做修正的吧 不管你再怎麼動畫 尤其是這一次的動畫呢 是已經是 呃 從萬二以來喔 然後 最久的一次喔 23天喔 那這個地方出現了這個大量 所以他 他在做一個防禦型的一個動作喔 是這樣子 那我比較在意的是 外資在下個月的這個轉倉喔 他到底會不會再繼續的做多 做多的口述有多少喔 這個是我比較在意的一個部分喔 是 那 簡單講就是六月 六月的拉高喔 他已經是 勢在必行的啦 喔 那接下來的這個部分就是看 什麼樣的股票 他要做一個補漲 那外資他的動作倒是蠻簡單的喔 就是長榮 長榮已經漲10塊錢喔 雖然說那個 呃 運費的部分喔 還在跌喔 今天有有公佈嘛 可是他這個已經開始在做那個 除息前的這個行情 這個今年呢 很多股票都至少有拉了一波啦 那他也上來了 所以所以他就開始 呃 投信那邊就開始擺了這個 陽明啊 還有這個萬海喔 等於是都做了這些的這個這個動作的部分 那這個比較好理解 然後比較不好理解的是在這個系列的部分喔 雖然說他也是成分股喔 然後他的這個股價 等於是整個 算今年吧 喔 今年過完年之後 基本上就沒有漲喔 喔 然後 我們也知道說大陸那邊的這個 呃 這些IC設計的那些產品喔 他是做電源管理IC的喔 也基本上也是降價 喔 那都還在 喔 都還沒有還沒有那個 反正還是 紅海一片啦 喔 那這個所以大家都今年都都避開 可是 在這個地方放量 喔 然後投信居然去去做 這個就不太知道他 他的用意是什麼啦 因為上一次他買那個保證光學有沒有 買了一大堆然後後來又掉下去 所以這個地方是不是會有那個 怎麼講 嗯 買來 K人家的喔 這個就 不知道喔 所以這個要稍微觀察一下 那 中芯店喔 中芯店就 就 這是外資喔 中芯店喔 然後他買了一個這個 這個萬宏喔 就覺得還不錯 因為他這種走勢呢 基本上喔 就是 這個 喔 這種走勢基本上 他拉回 本來是有那種低的那種感覺 喔 要創低的 結果他居然 翻上去了喔 喔 那今天放量 喔 那這個位置來看的話 就是說 嗯 低倫的這些的 這個這個股票的部分喔 感覺上面喔 似乎有一些機會喔 是這樣子 然後他這個低檔股 還買了一個是這個 台坡喔 台坡也很久了喔 整理很久了喔 那今年的 連初就開始拉回 然後拉回到現在 他 他沒有創新低喔 那這個地方放量喔 倒是可以觀察說 是不是開始做直跌 盤中的時候 我也在發了一個 就是那個 建大 這也是整理很久 因為那個 正新的部分呢 我們曾經在這個 專欄裡面跟大家講 他要做那個 電動車 的那個輪胎 那電動車的輪胎呢 就比較 耗損比較快 所以會用更多的輪胎啦 基本上對輪胎是一個正面的 那 這個位置 他買了一些的這個 台坡 所以感覺上 好像 外資跟投信都有 在看這個傳產 這一塊的一個部分 這是要做 觀察了 因為有一點點怎麼講 是不是已經 對於這個第三季的旺季 不管是電腦啊 或者是這個 半導體 他的這個 旺季的這個需求 是不是已經先 先透支了 然後呢 等著要看說 到底今年的旺季的需求 到底是好還不好 然後再來 再來就是怎麼樣 看看說這個 是不是有繼續漲的一個條件 那這個過渡期的過程 是不是開始在買這個 這個 傳產 所以 感覺上盤面 到了這個 季底的這個位置 再 做一些調整 這是要 很小心去 去觀察的一個 一個部分 是這樣子 好 那麼 如果沒有什麼其他的這個 這個 問題的話 原則上來講 那我們就來 最後 是跟大家這個 看一下 今天的這個 成交量的部分 成交量的部分 比較特別的 這個 這個股票 這個股票 我們看一下 新興的部分 新興的部分 我覺得他走的還算不錯 就是 在這一波的這個拉回 ABC的 昨天我們做他ABC的拉回 讀破之後的這個ABC拉回 然後這邊轉折 這裡的均線已經排好了 他排好 然後今天量呢 也沒有很大 但是尾盤是做上去的 所以這個 這個感覺上面來講 就還算是可以 這是 這是在盤面上的一個 一個機會的一個部分 那麼另外的是 這個 威剛的部分也還可以 威剛的部分 他走了一個新高 雖然有量 但是 這個 因為他整個的一個趨勢 是往上的 所以就算他短線上有一些拉回 基本上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有機會再繼續走 然後這個 資源的部分 資源部分 走到這個位置來看的話 他開始能做這個均線的這個糾結 糾結要往上 所以這個原則上來講 會傾向就是 IC設計的部分 可能到這個 季底之前 還有一次的一個機會 因為像這個信華 像信華的部分 居然翻了上來 然後這幾個股票 這幾個IC設計的部分 看起來都還穩穩的 然後聯勇呢 雖然說最近 有投信的一個賣壓 但是 整理的幅度算小 所以我就在觀察就是說 這一次的KD的頓化 然後之後的一個修正 之後的修正 是不是會幅度 沒有很大 那這樣子的話就有機會 變成是 在結算前後 做一下這個轉倉 轉倉完之後呢 然後再重新新的一個月份 的一個開始 所以這個難免 就是在這個結算的前後 他要進行一次的這個 技術性的一個修正 那這個修正是為了轉倉 還有就是重新的佈局 所以感覺上就是 還有一點點亂 所以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不要也不要亂 不需要去 怎麼樣殺股票 因為他沒有走完 那但是你追呢 我們不知道說他是不是 被換股的那個部分 拉起來換股 所以這個要 要比較特別注意的部分 好 那 持續關注我們這個 熊愛五名蝦 台灣不出名還秀豐 那我們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 好 可以 我們下一個人 再一個人 把這個 又是 我們下一個人 跟我們下一個人 就算